过字一行 表种种不同的报数 过过一类成行 像我们这个世界 有这个现象 你仔细去观察 云时的森林 这一片如果是山树 全都是山树 那边那一片全是松树 它好像是一群一群 它不乱 看这些植物 会看的人 就懂得这个地区居民的民心 为什么呢 是星星设变 所以我们要是想选择居住的地方 哪个地方好 找一块好地方 风水好的 在那个地方居住 特别是修行 修行人 在山树林里面建筑的这个寺院道场 懂得风水的人 风水家去看 每一处都是宝地 风水家佩服这些出家人 你看他们找的地都是宝地 宝地都被他们找去了 其实 祖师大德里头 懂风水的有少数 不多 那为什么好地方都是他的 人好啊 不是他找的地方好 不是啊 这些祖师大德 人好 心好 修行好 他住在那个地方 住上三年 风水不好的都变成最好的 这就是 引语所谓是 富人居富地 这个人有福 他住在这个地方 风水自然就好了 道里在此地 不是他找的 富地有富人居 富地一定是有福 跟他相称的 不相称的 他在这里住不下去 那时候一块 风水保地 没有福报的人 在那住不住 一定要相应 不相应怎么行 我们明白这个道理 要不要再去看风水了 不要了 这风水看我 我会不会看风水呢 我的心震 我的心清净 我的心善良 我住在这个地方 住三年 这个地方就是 暴地 三年 这地方 山河大地 全都转过来了 这个道理 不能不明了 特别是 现在这个社会动乱 地球上灾变这么多 学佛的人 是凡夫 并没有成就 于是也都求佛菩萨了 求感应了 佛菩萨 指导我们 就是这个原理 就是这个原则 你好好地修复 你住的地方 就是佛地 无论你住哪个地方 都是佛地 这是真的 这个话是真的 一点都不讲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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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